李宪黑粉道歉 佩服献男友魅力 李宪黑你的人喜欢你才是真的胡 李宪几天因为黑粉道歉上了热搜 黑粉直言自己黑转路 为曾经的不识抹黑言论道歉 并且删除了之前的黑帖 请大家不造谣不传谣不信仰 这样的举动一出现就被网友们热议 亲爱的热爱的可是说是让人们真正注意到李宪的作品 他饰演的韩商言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笑过哭过 被质疑 被绯闻 被非议 被黑幕 从未辩解 无需辩解 这就像他本人的做法一样 其实当李宪刚火的时候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但是李宪对于黑粉从不在意 脚踏实地出作品 想让角色进入每个人的心里 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也是对粉丝最好的回馈 他说假如有一天 那些黑你的人也开始喜欢你 那才是真的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